一開始的時候 聽到海選兩隻字 當然是震一震 起碼有3萬人報名 流程就是首先在香港做Casting 如果可以的話 就代表香港區去台北參加總海選 我也沒有想太多 自己準備了什麼就努力做好 快點訂閱我們的頻道 不要錯過最新的娛樂專訪 經理人把海報傳給我的 一開始看到海報 都覺得有海選這件事 但我自己又不知道 但不要緊 經理人叫我報我就報 剛好又自己做足球節目的主持 就覺得挺有趣 除了演員的身份之外 都可以以一個足球節目的女主持身份 去參加海選 真的很難忘的 一開始的時候 聽到海選兩隻字 當然是震一震 起碼有3萬人報名 流程就是首先在香港做Casting 如果可以的話 就代表香港區去台北那邊參加總海選 我也沒有想太多 自己準備了什麼就努力做好 去到8月的時候 突然間收到電話 我問小橋你月底會不會有時間 可以去台灣那邊參加海選 我就說 不是6月的時候已經做了嗎 以為自己沒有份 誰知道她說 是因為我們太多人報名 所以延遲了 我就說可以啊可以啊 結果就去了 去了幾天 海選有分兩天 第一天就是晉級的所有 大約差不多100人 Casting 第二天就是一個記者會 他就短列了37人出來 再選12個春梨 那麼巧我就是這12個其中一個 老實說無論我最後的名次是怎樣都好 我都一定是覺得自己又可以做得好一點的地方 因為無論我表演 無論我工作 當下做得好或者不好 其實下台或者那晚回到家 我都會不停地想 怎樣可以再做得好 怎樣可以再做得好 所以做得不好的地方 就一定有的 我反省就是覺得自己太緊張了 自己都有賽後分析的 但是其實自己 入了一行不是很久 兩年多的時間 我覺得這一行其實 看緣分看制宇比較多 一個眼神 對方就會感覺到 你是不是他想要的 飾演那個角色的人 我覺得這一行的機會是很微妙的 不是我自己單方面可以控制到 我自己可以控制到的純粹就是 我很盡力地去準備 我告訴別人 你如果信得過我 你找我的話 我一定會盡自己最大努力 做足100分給你 但其餘別人選不選你 絕對不是你控制得到的 首先自己要調整自己的心態 要接受這一點 我自己都花了很多時間 去準備自己的心態去調整 才有勇氣去全職做這一行 未讀幼稚園之前已經很有興趣 因為當時是電視做飯 是真的一看電視 就擔凳仔在看著人們的表情 什麼時候哭 什麼時候有眼淚 什麼時候只是拱著拱著 有什麼參加故事比賽 唱歌表演 和表演有關的比賽 我全部都會報 天到酬勤 地到酬善 人到酬成 你可以不聰明 但你一定可以做一個勤力的人 你可能盡了最大的努力 但成績不太好 因為我小時候讀書未開竅 無論我怎樣努力都好 我都只可以考到第四 我努力到每一年功課 我起碼做三次 正常人的功課是做一次 我媽媽會在開學之前 將所有的雜作影響一次、兩次 在測驗考試之前 全部要再做一次 做到拿滿分為止 然後家附近所有的大小補習社 或者私人補習都報了 學校附近所有小學的試卷都做了 補充練習全部都有做 我這樣說我小時候做的練習一定是最多 不過沒有辦法 資質差一點就是資質差一點 但是要努力 將勤補絕 大媽媽有一個很大的原則 就是我一定要大學畢業 我小時候真的有一個夢想 就是希望1918歲的時候 參加藝園訓練班 然後就可以做很多電視劇 做演員 但是媽媽不認同 我覺得我要先尊重媽媽 因為她是給我出生 給我生命的人 這個是養育之恩 她供我讀書 我最基本都要有一個大學學位 就是回歸給我媽媽 老實說一開始的時候 媽媽的感覺就是沒有我符 沒有想過女兒跟她一樣 這麼挖強的 因為我小時候跟她說 說好吧 我答應你 我讀了大學學位 但是讀完大學學位 我就追夢了 那我媽媽就以為我開玩笑 或者覺得 到時候你讀了大學 畢業之後 就會找份工作 那我猜不到 我真的做了這一行 又這麼有恨心去做 那當然我跟媽媽約發三章 跟她說得很清楚 其實現在娛樂圈 不像以前那樣 那麼多不好的新聞 我會很努力地做好自己 媽媽信任我 那我跟她說 我說你讓我大 你清楚我是一個怎樣性格的人 那你要信任我 我無論做哪一行 多大都好 都是你女兒 你應該很清楚我的為人 很開心地 媽媽那次我跟她談完 之後她真的很接受 以及很支持我 是支持到 有很多時候我緊張的時候 她會好像以前教我讀書 讀寫我 所以很開心有她的支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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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e